我毛泽东不是当今大天下的皇帝 你毛岸英更不是毛家的世袭太子 你我父子只有为中国老百姓谋福利的义务 毛主席一向最疼爱的儿子毛岸英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惹得伟人大发雷霆 保持你的好奇心 咱们记着往下看 当初毛主席为了让毛岸英更加深入了解民情 思量再三后决定派他到山东工作 毛岸英得知消息后 心里有些不情愿 他希望先结婚 把婚姻大事解决完 再外出工作 因此被毛主席问及此事时 并没有很痛快地答应 怎么看样子 你这区山东不很情愿吗 见毛岸英沉默不语 一旁的警卫替他道出了原因 当初在西柏坡时 毛主席曾亲口答应 等岸英的女朋友刘思琪年满18岁 就同意他俩结婚 如今思琪已经马上就要到试婚年龄了 所以他想要尽早完婚 毛主席也知道儿子的心思 他其实十分看好他俩的感情 思琪是了不起的女状元 在阳安的时候 毛主席还认他做了干女儿 所以他对自己这个未来的儿媳妇也特别满意 不过即便如此 他也仍然不希望毛岸英在这个节骨眼结婚 于是他开始悉心开导毛岸英 你知道为什么叫思琪吗 思者 响义 骑者就是山东啊 在毛主席看来 新中国的成立 离不开群众的帮助 就像当初的怀害战役 如果没有山东人民的小推车 还不知道会怎样 听完毛主席的一戏话 安英也终于想通 后来他化名杨勇服务 随工作团一戏 下到山东基层学习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请大家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某天早上 毛主席办完工后 和警卫员一起外出散步 路过一处时 忽然看到很多人围在一起 只见一位母亲正抱着他的孩子哭个不停 一问才知是孩子病了 而且已经生命垂危 同样为人父母的毛主席 十分理解这位母亲的感受 于是赶紧询问医生 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救孩子一命 不过医生面露难色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后来他把主席拉到一旁 更为人地狱道 办法当时有 可是必须要用潘尼西林 在那个年代 这种进口药是很稀有的 即便是花大价钱 也不一定能买得到 毛主席当时生患肺炎 随行的医生克服了种种困难 才准备了这么一支 不到万不得已 医生根本舍不得用 可毛主席根本不在乎这些 他觉得在这种穷山僻壤里 有多少百姓都是因为没有医生 没有药品 眼睁睁地失去的生命 如今这些条件都具备 怎么能够因为药物珍贵就不治疗呢 于是想都没想 便让医生给孩子拿出来用 可此时女医生还是有些犹豫不决 主席 这药可来之不易啊 你知道为了搞到它 牺牲了多少战士的生命啊 在这关键时刻 这支药就是你的救命药啊 我叫你用你就用 听到两人的争论 一旁的母亲赶紧上前劝说 她明白毛主席的良苦用心 也十分理解医生的难处 可此药如此珍贵 万一哪一天发生什么意外 也能以为毛主席不时之需 于是她请求毛主席 不要给自己的孩子使用 看到这一幕 毛主席的眼眶顿时泛起了泪化 对她而言 东西再珍贵 都比不上老百姓的性命 况且药品生产出来 本来就是为了治病 于是她斩钉截铁地向这位母亲保证道 大嫂啊 人命关天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把孩子救过来 女医生见毛主席如此坚定 最终将那只珍藏了很久 没舍得用的进口药 用给了生病的孩子 后来 每当提到这个生病的孩子 和那位泪眼婆娑的母亲 主席都会眼眶泛红 而她也一直记挂着孩子 有没有痊愈 从这件小事中也能看出 她对老百姓的爱护 以及对生命的珍惜 也难怪大家这么爱戴她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请大家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新中国成立后 毛主席的七叔公带着几个晚辈 不远万里来北京看望主席 当他们表明自己的身份后 门口的警卫赶紧进去通报 不过此刻毛主席为了办公 一宿都没睡 警卫担心她的身体 便让主席在屋里等着 自己去把大家接过来 七叔公来到客厅后 看到陈舍简陋的大厅面露不悦 旧居深山的七叔公 一直认为 毛主席当上受伤后 吃住方面肯定很好 可当他看到实际情况后才发现 和他想象中的差得太远了 这时毛主席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到亲戚们前来 他感到十分亲切 后来才知道七叔公此番前来 除了看望主席以外 也是为了来看病 一听说叔公病了 毛主席不免开始担心起来 他立刻表示 要带到北平的大医院去治疗 所有的治疗费用 都由他来承担 让七叔公放宽心 多住几天 等病好了再回去 第二天 由于毛主席公务繁忙 便让亲戚们自行出去转转 七叔公倒是也不客气 直接跑到了故宫参观 他看到大殿里琳琅满目的金银玉器石 心生妙计 让警卫把屋里的东西都给毛主席搬过去 战士们没收到伟人的命令 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赶紧跑去询问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听后既震惊又生气 他赶紧跑去阻拦 谁知一进门就看到了七叔公喋喋不休的样子 这下可把主席的怒火烧得更旺了 他立刻质问是谁出的馊主意 七叔公看到毛主席来了 立刻笑嘻嘻地上前迎接 当他察觉到气氛不对后 赶紧解释道 你是苍苍的主席啊 皇帝老二 杨伯玄 可你那个家总得像个主席的家嘛 毛主席知道老人家也是出于好意 可他始终认为自己作为领袖 应该以身作则 言于律即 为了纠正七叔公的思想 主席开始以反骨口婆心的劝接 但老人家根本听不进去 虽然他也知道毛主席生活简朴 但他还是觉得应该把住处搞得好点 主席十分尊敬自己的长辈 可七叔公的言行举止 实在让人深感无奈 为了不让亲戚再继续错下去 毛主席警告大家 以后谁要再胡来 莫怪我毛泽东六亲不认 说吧就转身离去 七叔公看着主席远去的身影 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后来在饭桌上 他主动地向毛主席认了错 一家人又开开心心地吃起了饭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